如果她得到了 你要怎麼樣進駐 送她一個愛瑪士包包 天啊 那我拿到大日門 你要給我什麼 兩個愛瑪士 兩個愛瑪士 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 得獎的是 黃子佳 露露 黃露子怡 還有一個愛瑪士 YAHOO 露露連告六年敲鐘 愛瑪士到手 昆達放閃 佳妍說我是紅毯第一帥 順利拿獎加油 第五十七屆金鐘獎 首度將節目戲劇分家 二十一號節目類金鐘獎首度 在國父紀念館展開 東西南北半球全集中 紅毯最帥最美 最有誠意的龍迪佳拉 五十七屆金鐘獎 露露是你的愛頭嘛對不對 她今天晚上非常有可能 得到她人生當中的第一首金鐘獎 如果她真的得到了 你要怎麼樣慶祝 送她一個愛瑪士包包 天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有那麼愛她那麼疼她 而且 其實她今天是最輕鬆的 因為她的答謝詞 已經寫了六年了 對 天啊愛瑪士包包 不是開玩笑有七位數吧 沒有我是買小費包小的 小費包更貴 小費包是最貴的 有錄影城鎮 全世界都知道了 有幻覺 這是包包嗎 對 已經在前面 已經在背了 蕭哥說我拿到主持人獎 給我愛瑪士 那我拿到大熱門你要給我什麼 兩個愛瑪士 一定還沒講完 沒有講完了 就是兩個愛瑪士 早就希望LULU能夠拿一個獎 好不好 太這樣子了 就是今天了 就在今夜 就在今夜我要上台 就在今夜我要拿獎 誰依然心中開心 但我必須要扛當 那我今年如果得獎的話 今天金鐘就是都在講愛瑪士喔 Rita有跟我說 就是你的老婆有特別說 在她心目中 你是今天的紅毯第一帥 嘉燕也說我是紅毯第一帥 好帥喔 都帥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S 許希弟 這裡是派測客Patrick 心安全志 嗨大家好我是許得瑋 來上禮物 我們想要請S姐直接掀開 對 你們又是扁兒啊 蛤 你可不可以幫我掀下來 我這個袖子很難行動 希弟想贏 我還一掌真的影響 什麼意思 希弟想贏 希弟想贏 拿獎之路不好走 那我應該很有心得吧 我覺得一定會得獎 是 你每一隊你都說一定會得獎 我真的只愛你 那你都得罪其他人囉 等一下 我私底下也跟你說 所以瓜哥還有那個 晨晨哥 Sorry 他覺得我是最棒 最值得得獎的 衝著愛瑪士要得獎吧 我會得獎喔 我會不會得獎 我會不會告獎 別操心 我會不會告獎